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南方水汽北上 全台湾的水汽都会变多 也都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主要容易下雨的地方 还是在北部跟东北部深调留意 局部地区预示会比较明显 来看一下云图上面可以看到今天的话 我们台湾原本是有可以看到一些阳光的 但是很快的这个北方的冷高阳南下 把在中南方的一些云系往南压 在我们台湾这附近来 就是水汽这个云量就增加了 很多地方就很快的变成比较阴沉的天气 那么除此之外 可以看到在南方这附近水汽是蛮多的 在菲律宾附近这边有个热带扰动 预计在周末是有机会增强成为热带性的低气 那么同时这些外围的水汽 也会随着气流飘到我们台湾上空来 预计影响的时间是从礼拜天 大概到礼拜二左右 这段期间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降雨几率都会比较高 外出的话要稍微留一下天气的变化 所以可以看到未来几天的话 今天晚上开始到礼拜六 礼拜天甚至到礼拜一我们台湾都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礼拜二礼拜三东北风有机会稍微减弱 但是可以看到南方的水汽在礼拜天就逐渐北上到台湾附近了 甚至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二礼拜三左右 甚至有可能持续到下个礼拜的礼拜三之后 那么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四之后 还会再有一波东北风南下 不过目前看起来的话 下个礼拜四的这波东北风的增强 会是属于比较干冷的空气 所以有可能礼拜四开始之后天气会稍微好转 但是迎风面北部跟东半部 还是要稍微注意云浪稍微比较偏多 至于下雨的区域的话 礼拜六最主要是迎风面北部跟东北部 但是可以看到礼拜天水汽稍微增加之后 礼拜一到礼拜二的话 几乎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仍然降雨热区 还是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礼拜四开始之后水汽就会明显的减少 来看一下在这个外四天容易下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颜色比较深代表说 降雨会比较明显 那么最主要还是在迎风面 北部跟东北部要注意 尤其礼拜天开始 到礼拜二的话 局部地区雨时会比较明显 中南部的话 礼拜天开始降雨机率也会逐渐的提高 也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所以提醒大家外几天出门 要记得天气的变化 也要留意温度的这个变化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 明天再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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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出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 一东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温度 湿度 风向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热